航海王1999年在日本开播 台湾也在2001年由台视独家播出 至今已经播出超过20年之久 今天晚间6点半将会播出航海王第1000集 在这样的特别时刻 台视也独家专访制作航海王的东映动画制作人 柴田鸿明 他表示1000集是动画团队呕心力写制作 绝对精彩可奇 为了庆祝播出满1000集 制作团队也特别重置了第一代片头VR 还加入了先前没登场的角色给粉丝惊喜 人气动画航海王1999年在日本开播 台湾则从2001年起由台视独家播出 如今陪伴观众走过了20个年头 2月6号迎来航海王第1000集 东映动画特别重置第一代片头VR 要给粉丝满满惊喜 重置第一代片头迎接1000集这个里程碑 航海王动画幕后工程 制作人柴田鸿明说 这是工作人员想到的点子 不过这一两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航海王的制作难免也受到冲击 制作团队又是如何克服呢 尽管疫情带来诸多不便 但今年夏天 航海王将推出职场版RED 至于职场版的内容 有什么爆点吗 柴田鸿明曾造访过台湾 对台湾粉丝留下深刻印象 台湾粉丝无疑是航海王的重要资产 柴田期盼疫情快快平息 能再度造访台湾 跟台湾粉丝分享航海王的点点滴滴 综合报导